第32集 几里咕噜 洋鬼子讲了一大堆 吴三代自然什么也听不懂 但看他比比画画的手势 吴三代明白 这四个洋鬼子要坐上轿子 让他二人抬着走一走 没有办法 想如何耍弄中国人 就如何耍弄中国人吧 谁让人家洋枪洋炮厉害 吴三代和丁十一连连鞠躬含耀的 请洋人上桥 他二人又比划轿子小 每次只能坐一个人 而且不能跑太远 只围着空场绕一圈 嗷嗷叫着 洋鬼子同意了 第一个穿着兽衣的洋人 抢先往轿里钻 这一钻 吴三代扑哧一声笑了 中国人上轿 要背向轿子 向后退步登轿 身子进到轿里 恰好在座位上 洋鬼子上轿 面向轿子 先往身子 后登腿 人趴在座位上 恰好将个大洋屁股 撅在了轿帘外 三代哥 咱就这么抬码 丁十三看着 撅在轿子里的洋鬼子 忍着笑 问吴三代 抬码 爷们 别全让他学去 这份福 不是他想的 说着 他二人抬起了轿子 颠颠地走了起来 轿子颤颤巍巍 洋鬼子觉得舒适无比 埋在轿子里面的洋鬼子 美得嗷嗷叫 陆陆续续 鱼龙太医护人家 又相继回到了紫牙河畔 回到了五淮桥下的古居宅里 家里遭了抢劫 没有人询问丢了多少精银细软 只要门外的紫牙河还在 只要紫牙河上的五淮桥还在 就有鱼姓人家的 兴旺日月灾 而且 最最重要的是 乙和团失败了 天津 成了东洋人 西洋人脚下的一块属地 日本人势力 独居首位 三井洋行的权势 远胜过天津都统衙门 为此 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 于龙太大人 便要在天津外称霸称王了 前数日 得知 于龙太大人在教堂避难 日本国的辅导将军就派人给于龙太大人送去了 由联军统帅部和都统衙门共同签发的通行证 全天津卫是有这种通行证的 多不过十几个人 于龙太在这十几个人中名列前茅 天津卫已是余姓人家的天下 为了庆贺劫后团圆 大先生于子娟的妻子 娄素云 一手操办了一桌酒席 男女尊卑围桌而坐 那一场可怕的劫难 早被人们忘掉 若看日前的样子 谁还会相信会有今宵的团聚 举起酒杯 于老太爷的泪珠 数数地涌出了眼窝 今晚的团圆家宴 设在第四间内宅院的大花厅里 对于于宅来说 每年在这间大花厅里 只摆三四次大宴 一是大年除夕的和家欢乐 二是老太爷的寿人 三是老夫人的寿人 此外或是长孙过百岁 或是新媳妇过门 再或是什么难得的喜庆日子 内宅大花厅雅静安详 花厅极大 掉花木隔门窗 大笑不一 全镶着夕阳彩色花玻璃 两扇门各分两格 折叠拉开 正靠在墙壁上 隔闪门内 一件大漆黑色梨木隐蔽屏风 上面叼着兽星系童子的热闹场面 老兽星长着抖一般大的脑袋 留着长胡须 拄着龙头拐 几百个童子将他团团围在当中 和他细耍 这老兽星脾气好 无论如何被童子戏耍也不恼怒 只是万般慈祥地笑着 在老兽星和童子的身后 是结满石榴的石榴树 石榴长得饱满 石榴皮被圆圆的石榴子 抱得展开大裂缝 取个石榴剑子的吉祥 石榴树后面是楼台竹林 苗条婀娜的仙女们往来期间 一个个都忙着将吉祥幸福 往于老太爷的府上传送